這兩個都要 而且是AND連期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我們連期這個 年齡跟AND的這個兩個要AND 然後戶籍的話要偶爾 台北市或 所以這邊有偶爾 AND裡面有偶爾 OK 那怎麼樣來撰寫這個部分會比較簡單 我的習慣是第一個一樣是切到邏輯 然後用IF 那IF部分的話呢 我裡面會需要什麼AND 所以我就是 先打個AND 我習慣用 先輸入 我就不用前面插入這個函數 在這個地方插入函數 他容易亂掉 所以AND第一個條件是年齡 大於等於70歲 所以這邊的話呢大於等於70 逗點 第二個條件是 他的戶籍地是台北市 或者新北市 那這個地方第二個條件會有兩個 一個格子放兩個 那怎麼做呢 我習慣在這邊直接打偶爾 或 AND裡面呢再放個偶爾 偶爾什麼呢 錢瓜糊 這個圖裡面呢 他等於台北市 所以這個地方等於 後面的話可能要自己打一個 那個台北市的字串 所以這邊的話呢直接輸入那個 一五 如果 等於那個 就是 台北市 那或者是什麼 所以這邊的話 豆點 新北市 豆點 然後把前面這個 複製一下 因為只差一個字 所以 你可以 把它移到最後面 然後這邊把它改成 新北市 然後移到最後之後的話呢 加一個後瓜糊 這個後瓜糊是偶爾的後瓜糊 記得還要再補一個後瓜糊 這個後瓜糊是 AND的後瓜糊 記得不要少一個後瓜糊 因為 之前同學做錯事 少一個後瓜糊也不對 前面有幾個前瓜糊 後面就要幾個後瓜糊 這一對的 然後如果為True的話呢 那就是 就符合資格 我們打個4好了 反之的話呢就for 4或佛 OK 然後呢按個確定之後 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呢向下填滿 答案就做出來了 理論上應該 只要是住台北市或新北市 應該 再加上他年齡到的話 應該都是4 當然你也可以這邊